新聞一開始 我們來關心第四十六個金鐘獎 早安班長 那個節目的南路主角獎 辦給偶像歌車潘瑋柏 路主角是天心 給這家館的四例人妻 路主角水塘沒得獎 給這隻觀眾是很失望 今年的公共集團 跌跌十四個獎 其中的明年就是 他們在比亞前一天不早 就跌跌五座的金鐘獎 表現是非常好 今年湊下 家館收視率的四例人妻 在金鐘獎裡為這項 最高級跌跌的 這部新小獎更越配得獎 原本豪先生吃館的水塘 是火天心 南主角也有這麼少人的 偶像歌手潘瑋柏 拍拍實力拍老鞭丸 跌跌在拍的鏡頭 立國女的最好這部獎 更本個獎 是客家大家的 雲頂天恆南拍拍地球 公共電視的明年各自 他們在比亞前一天不早 聽到五座的金鐘獎 包括南主角 跟南路配角 變各種 跟上次的明年各自種 我們雖然沒有美麗的人妻 犀利的小三 但是我們有屬於青春期 特有的勇氣 公共電視十二歲 這部戲是獻給所有 還保有這份勇氣的觀眾 以自比前小孩為主界 紀錄片遙遠新穿的小孩 立為教育文化節目中 前一種 跟非非教育節目的動員中 三種最會都全包了 真的要感謝的其實是 那些真的在把他們的生命 然後生活很無私的 奉獻在我們攝影機前面的 每一位備設者 感謝你們 謝謝 跟他過心的佩洛大叔 是藉由馬醫瑰寶1949 又拿到一座金鐘獎 公共集團今年 總共拿到14座 表現真好 今年的特別獎頒 頒獲75歲 綜藝教父黃毅雄 雖然已經到達飛眼第三隻 也還一直跟著 他已經做喬過40年的等時間過 專業的行動很舒服感動 記者綜合報道 記者綜合報道